联发科跟陈欣就卡在中国政府迟迟不愿意点头 上个礼拜市场就盛传 合并案恐怕会延宕三年 造成陈欣爆量重挫 两家公司曾经在盘中澄清 希望可以依照目标在8月1号之前完成 不过昨天晚上联发科就公告 因为考量中国的核准程序仍然在进行当中 又把合并基准日再延到11月1号了 法案解读这合并时程一言再言 合并案的后事恐怕真的不乐观 今天陈欣的股价将面临230元的保卫战 由于卡在中国政府迟迟不愿点头 联发科和陈欣合并基准日三度展研 双方联媒宣布合并的基准日 由原定的8月1号延后到11月1号 联发科指出对于中国大陆何时完成审批没有把握 因此决定先将合并基准日再展研一计 不过合并的审查作业还是在持续进行中 代表还有机会 至于合并案终究何时能够通过 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中国大陆 尽管合并的时程一言再言 不过联发科也再三强调 合并的坚决意向始终没有改变过 一些认为中国大陆迟迟不愿意放行 大小M的合并案 主要考量两家厂商在当地的电视晶片市占率超过5成 整并之后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电视厂的竞争力 对于联发科和陈兴合并案一波三折 巴黎证券分析师认为 合并延期符合原先的预期 因此没有将陈兴驿注的部分 进入联发科财务的预估值 影响则以中性看待 而巴克莱资本证券分析师陆行之则指出 联发科第二季的基期已高 加上陈兴不会在第三季并入 预估联发科第三季的营收成长率 大约是9% 不过尽力成长率 还是可以保有23%的高水准 而外资圈在近期也针对联发科 高度依赖的大陆智慧手机 和平板电脑晶片双重题材 陆续调升出货的预估值 巴黎证券将投资平等和目标价 分别调升到买进与428元 摩根大通和巴克莱资本证券 则分别将目标价调升到480元与410元 东彩新闻综合报导